讲话 你不得不用一些母亲语 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来提高她那个讲话的动机 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会很反对这样子做 只是说到了孩子 应该要正常讲话 来我们来喝水 什么时候要变成 什么时候要从我们来喝茶茶 变成我们来喝水 这个我们在书里面 有提供家长一些线索 譬如说两岁 两岁半以后 就开始渐渐的减少 这些母亲语的使用 那如果是两岁前 孩子的语言真的很少 我不是很反对这样子使用 因为会增加人跟人之间 互动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会放比较多的 那个注意力在你身上 如果孩子连注意人讲话的 那样子的动机跟兴趣都没有话 也不用提后面的学讲话 这件事情了 对 所以是还好大家放轻松 所以就是不要刻意了 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些母亲语 稍微改掉也很好 但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就是 对于这个语言的吸引力 比较没办法的话 那用这种方式也还OK 然后到了适当的时间 我们再把它改掉 就是他快要 比如说 两岁以上了 之后要慢慢慢慢 进入幼稚园的时候 再把它改正过来 没错 因为老师不会 不太会跟他讲这样子的话 对 然后他就提到铁板 是 我家里面都教我说 喝茶茶啊 为什么老师说喝水 喝水是什么东西 对 因为他有一类的孩子是这样子的 是 好 再来请教一下 就是说 当然帮助孩子脑部发展 他有没有一些环境 可以让他发展得更健全 其实很多游戏 已经被证实跟孩子的 大脑的一些神经连结 帮助他自立的发展 是有关系的 譬如说 我们简单的在家里面 就帮孩子做 那个侧翻滚的这个动作 就这么简单哦 侧翻滚啊 对 它就刺激大脑的 内耳里面的一个潜艇 它就可以整个整合 就跟他玩 就帮他翻滚啊 对 就帮他翻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就不用担心他受伤 不会 就是在床上 对 或者软垫上面 对 可以这样子做 那另外还有一些 像肢体的按摩 每天帮小朋友 用那个湿的毛巾 温水 然后在洗澡的时候 顺着毛刷等等 透过这些身体的 那些触觉的一些感官 传递到大脑里面去 也被证实跟稳定情绪 增加智力是有关的 有关系的 真的哦 所以其实真的已经 在科学上面 在脑科学上面 真的已经抓到 很多的撇步 可以帮助孩子 发展得更好 是 那我们只插灵门一角 爸妈要怎么样 花多一点时间来陪伴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东西的发现 已经越来越多了 是 那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人 去施行这件事情 那那个最重要的 key person 一定是爸妈 因为来自你的关爱 跟你的陪伴 才有办法让这个东西加成 所以很多很多的游戏 包括我们常常在 刺激孩子玩球 球类啊 他其实那个手眼协调 也会帮助到很多很多 所以从小有玩球 跟从小没有玩球的 到小一之后 他的反应速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孩子 要他反应灵敏 然后反应比较快 举一能力可以反三 你的球类 就要在小时候要多给 对 所以一个爱玩球的 小男生小女生 应该要多多刺激他们 应该去玩这一类的游戏 因为这些都是感官的开发 是 当然因为现在是双新家庭 对 真的就是说 小孩子缺乏了太多的 就是跟父母之间的 玩耍的时间 那跟他玩耍的这个人 如果换成阿公阿嬤 爷爷奶奶 可以吗 就是说父母在忙 先让爷爷奶奶 跟他在 就是说白天的时候 可以陪伴他 跟他玩刺激这些东西 然后等到父母晚上 下班以后 其他的比如洗澡 这些刺激的 或是翻滚这些东西 再由父母来 就大家分工这样可以吗 对 因为我们考虑到 阿公阿嬤的体力 对 阿公阿嬤带小朋友 也好可怜 除了要好好的 喂他吃饭以外 还要来耍猴戏一下 但是其实白天 是一个很重要的 互动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阿公阿嬤 如果是你在 教养孩子的话 我建议也带孩子 多往外面去走 譬如说 你不要觉得 公园是一个 很危险的地方 根据我们的经验 有常常去公园走动 看人群在玩 或者说是常常去经历 很多小朋友的 这些团体的 这些小朋友 他的长大之后的 社交能力也会比较好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哪里会受伤 或者说是什么 反而这样子过度保护 才会让孩子的 整个发展会变比较慢 那爸爸妈妈 我一直在呼吁的是 假日 如果你是假日父母 那你一定要做好 你这一个工作 假日父母这一个工作 六日尽量的带孩子 到外面去走 对 看看这个世界 或者说是看看的 山啊草啊 动物啊等等这些 你们这些亲子互动 或许可以弥补你一到五 没有办法陪伴他的一个不足 那有些上班族真的很累 所以六日可能就是 他休息的那个时候 可是孩子好期待哦 你知道吗 孩子好期待 跟爸爸妈妈 终于一个礼拜 有这一天的那个互动 所以我觉得 尽量陪陪孩子 对我们可以休息半天 半天安排一个 亲子活动等等 那每一个礼拜 都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生活的体验 那就是一个 多元智能的开发 是 其实其实现在的父母 就是说我们的想法 其实要改变一下 因为父母在 努力赚钱为了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要教育 你的儿女 对不对 因为要有一些教育基金 这一路走来要花很多钱 可是问题是 这个都是已经后面了 对 最前面的其实 是不用花钱 但是我觉得最难做到的 就是花时间陪伴 对 所以说我们在 生小孩的之前 其实要想得很清楚 要妥善安排 要妥善的安排 不然小孩子生下来以后 如果发生什么事 之后再回头再想想 其实会来不及 其实现在爸妈都 养育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是 教育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家教 对 对不对 你不知道怎么教 对 现在孩子这么聪明 对 跟以前的教法已经不一样了 也不能沿用上一代的 你以前不是我都这样子带大的吗 这句话已经不适用在 现代的科学教养上面 因为我们已经打破 很多很多传统上面的 一些迷思 是 其实因为传统的一些 教养观念 其实它是有一些 错误的地方 那是现在用最新的 这种老科学的方式 它就是可以 慢慢地去验证 以前的传统教育有好的 我们把它吸收起来 保留下来 不好的就慢慢慢慢 去无存经 之后其实就会是最好的 而且现在其实有这么多的 工具书让你看 对不对 然后看了以后慢慢 就跟小孩子玩一点实验嘛 在小孩子身上 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些成长 对不对 那再请教这个医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 你认为这个儿童的这个发展 它是受先天的影响比较大 还是受后天的影响比较大 好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多家长在问的 那先天一定避免不了 对孩子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举书里面的一个例子 家长两个 两个家长如果都有扁平足的话 你的孩子八九不离十 会逃不掉 是 可是呢 后天有没有办法来改善这个先天呢 很多很多例子 扁平足我们只要做对了运动 然后增加它的体势能 还有常常可能做一些什么垫脚尖的运动 拉筋的运动 或者说是其他的我们在临床上面教的一些运动 它就可以从它有扁平足的那个危险的因子 变成没有扁平足的孩子 对 做对运动就可以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先天的事情 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基因研究也是大家很努力的在做 真的很努力的 但是似乎它的进度没有办法这么的快 那孩子的问题不断的在产生 在教育上面不断的在产生 所以我们只有去想出很多很多的具体方法来解决孩子 可能因为先天而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譬如说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基因研究是 妈妈的EQ比较差 孩子的情绪管理也比较差 对啊 因为会影响